你看过ABO猫片吗 可能你看过猫 但应该没有看过这种猫设定 在这个世界猫类分为阿尔法和欧米加 还有贝塔 它叫米诺 是一只灵猫 而且还是欧米加 因为繁殖器害怕信息素过大 正在吃着抑制剂 夜晚米诺自己走在路上摇摇晃晃 正在埋怨那群家伙非要喝那么多酒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说着你身上有味道 回头一看是只有点冷酷的三花猫 米诺连忙解释这是酒气味 只见那三花猫秀一下跳到米诺身边闻着 这恐怕是抑制剂的味道 米诺吓得用手捂着衣服 三花猫笑嘻嘻地说 我是不是猜对了呀 我的鼻子可是比其他猫要敏感 但我只闻到了抑制剂的味道 没有闻到信息素 看来你用了很猛的药 我是贝塔 没有证据你可别乱说 三花猫不死心地靠近说着 是吗 我还以为你是欧米加呢 因为我一靠近你就有了反应 看着三花猫越靠越近 米诺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神经病 就连忙跑回了家 回到家把门关好 才放心地喘了口气 米诺赶紧洗个手去去晦气 繁殖气遇到这种家伙真是倒霉 洗完手本想再吃一颗抑制剂 但一想到三花猫说 已经闻不到信息素的味道了 就觉得还是不吃了吧 深夜米诺因为没有吃药 导致睡不了觉 想着还是起身把药吃了 抬起来就闻到一股味道 而且这味道还特别好闻 米诺一路跟着味道来到了门口 还是忍不住好奇地 想去找一下哪来的味道 随手打开了房门 打开门就看到 闯入米诺房里占便宜 占了便宜后还敢在米诺这里洗澡 三花猫扛着晕眩无力的米诺放了下来 然后就这样过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响亮的敲门声吵醒了米诺 看到身旁的三花猫米诺被吓得一机灵 而那家伙只是打个哈欠问着有人来了吗 米诺把猫连衣服一起给丢去了卫生间 并警告着不要出声 然后才灰溜溜地跑去开门 来人是米诺的朋友哈利 见到米诺就开起了玩笑 哟 你还活着呀 昨天喝了酒 我给你带来了醒酒汤 不亏都是小猫咪 哈利也闻到了他们的性稀素的味道 还看到被子都还没辙 表示你是打了扑克睡到现在吗 米诺连忙过去收拾一下 解释着自己是因为感冒了才睡到现在 听到米诺感冒 身为好朋友的哈利也是说着给他买药去 就在这时卫生间传来了哗啦啦的水流声 哈利想过去看看是不是有人 就被米诺拉住说是邻居传来的声音 推着哈利出去让他先买药回来 把哈利送出去米诺生气地推开卫生间的门 看到三花猫这家伙在里面也是很无奈 只能愤怒地把他往外拉扯 三花猫表示自己还想先洗干净 本来就生气的米诺现在都炸毛了 愤怒地叫他滚 随后狠狠地把门关上 留下三花猫一脸猛逼地站在门口 还没洗干净的三花猫只能穿好衣服回家 一边走一边舔毛的三花猫刚好碰到哈利 哈利闻了一下味道感觉和米诺家里的一样 想着这香水这么流行吗 在家的米诺拿起了药就吃了下去 还在抱怨着自己昨晚不该开门的 早该想到那是阿尔法的味道 只是还没谈过恋爱的他也不了解呢 只能祈祷着不要怀孕就好 此时门铃响了 哈利买好感冒药回来了 还在苦恼的米诺也是瞬间打起了精神 赶紧把刚刚吃的药包装丢到垃圾桶了 开门进来的哈利看到米诺还没有吃饭 也是陪着他一起吃了饭 吃饱饭的两猫都没有开口说话 在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 最后还是哈利打破沉默 不好意思地问米诺现在有没有钱 因为哈利的女朋友怀孕了 想在米诺这里借点钱来应急一下 这倒是把米诺也下了一惊 随后又微微地问了一下要借多少 哈利表示住院和调理费都挺贵的 不过自己也有在打工 发了工资会很快就还上 只是现在医生让他尽快做手术 米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也要付房租 套着奖学金勉强支撑 正在哈利以为没希望了的时候 米诺表示自己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最多只能借给他一百万 哈利兴奋地表示你是真的命苦 有钱好办事 哈利也是主动帮忙干起了家伙 正要丢垃圾的哈利看到在垃圾桶里的药盒 也是想到了什么 不过也没有多想就把垃圾丢了下去 早上醒来的米诺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又看到了三花猫这个家伙 还表示昨晚的邀请让他很舒畅 对昨晚没啥记忆的米诺连忙回想一下 原来昨晚在家睡不着的米诺只能干坐着 想睡觉又会想起那晚的事 突然一股味道又飘到米诺的鼻子里 米诺知道三花那家伙又在门口守着他了 吓得他只能裹着被子瑟瑟发抖 祈祷三花赶紧离开 由于阿尔法味道太浓 米诺也是不由自主地发热起来 从来没试过这样的米诺又是讨厌又是害怕 只能一股劲地提醒自己不要去想这些 脑子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晚的事 无奈米诺只能起身去吃一只剂 但脑子太过晕眩一时记不起来把药放哪了 摇摇缓缓地他走着走着竟然来到了门前 咔嚓一声把门打开 才反应过来这不是抽屉的把手 此时一个身影修一下就冲了过来 然后就有了早上这一幕 米诺做起来无语了 为什么明明发誓不开门还会变成这样 因为你是繁殖妻啊 繁殖妻的行为最接近你的本能 三花猫抱着米诺安慰着 别哭 这种失去理智和本人意志没什么关系哦 米诺暗想 主动靠近阿尔法这就是欧米嘎吗 既然这对灵猫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那我就接受吧 我也厌倦了每次繁殖妻都遮遮掩掩 随后两猫各自介绍了自己 三花猫叫李虎 米诺感觉这名字有点奇怪 而三花猫倒是觉得米诺这个名字很可爱 这说的米诺也是猫脸一红 为了缓解尴尬米诺起身就要去买早餐 三花猫表示一刻都不想离开米诺也要跟着去 米诺并不想让他和自己一起出去 不想被其他猫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 但三花猫那家伙可不管这些 自顾自的寻找着他的衣服 米诺看到三花猫的好身材也是忍不住猫脸又火辣起来 随后叫着三花猫别找衣服 嫌弃的说你那衣服太扎眼 穿我的就行 然后就把三花猫整个猫包裹起来 但由于没有别的猫会装扮成这样 反而更加显眼 米诺还在想着要买哪些东西 身后的三花猫闻着味道就跟了过去 想要找三花商量的米诺回头却看不到猫了 转眼三花便来到了烧烤摊 三花指了指葫芦糖和炸鸡串表示他都要 完全不顾后面已经炸毛的米诺 看着米诺跑过来三花指了指烧烤摊问着 你要吃不咯 无奈的米诺只能说 你下次应该提前说 突然消失吓我一跳 三花却没有理他 还在点着烧烤 也拿出一大碟金色的钞票 原来这家伙才是个有钱猫 米诺见他一张一张的扯满是心疼 怀疑三花都不知道怎么花钱 明明一张就够多了愣是给了几张 连忙拉着三花就跑 还想说话的米诺被三花塞了一把冰糖葫芦 笑着表示你也尝尝 米诺看到这样的三花也闭上嘴想着 他笑起来真好看 本来想冲他发火的都被熄灭了 谁能想到一个酷酷的猫竟然喜欢花库 路过一家卖花库的店就问着米诺这是什么 米诺无奈地说这是大妈库 他还很好奇地走上前去说 每条裤子的花都不一样 说完就拿出一叠钞票叫着全打包带走 看着这么多钱老板表示 你怎么不把我的店买下来 然后三花就像没见过世面的猫 看到每样东西都会想去买 只有米诺精疲力尽地跟在身后 三花走着走着又像发现了好奇的玩意 米诺赶紧求着他别去了 最后把他拉到一个地方坐下 三花穿着花裤子坐着大口大口吃着他的美食 看着像个小孩的三花米诺忍不住问 你难道第一次去集市吗 是的 我一直都想去 我从小爸妈管得比较严 不准我随便出门 米诺看着他不由地想 这不会是有钱人家的小孩离家出走吧 看他花钱的样子好像和社会有点脱节 突然三花又跳了起来对着米诺喊着 这大妈库我真是太喜欢了 又好看又好穿 只有米诺在一旁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 你吃过炒年糕吗 非常辣的炒年糕 三花那疑惑的样子明显不知道那是啥 米诺倒是知道今晚该买什么回去吃了 说完两人就起身准备去买年糕 趁着米诺买年糕的时间 三花又被一个机器吸引住了 一直在直勾勾地看着那些甜筒 米诺看着也是非常无奈 怎么对啥都这么好奇 看你第一次逛市场我就给你买吧 然后给三花买了一个12层的甜筒 搞得三花两眼放光 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 冰冰的 软软的 甜甜的 一旁的米诺问他难道你不喜欢甜筒吗 不是啊 这是今天吃过最好吃的 谢谢你米诺 虽然这家伙很坏 但米诺还是忍不住脸红了起来 米诺开心地说下次给你买草莓味的 三花也是开心地回应 米诺我很期待 然后两猫回到家 一个在洗菜做饭 一个在旁边左顾右盼地看着 米诺拿起辣椒一点点切好 倒是把一旁的三花搞得眼睛疼 就连米诺也觉得这家伙辣眼睛 无奈的米诺叫他赶紧走过去坐着 三花又是撒起胶想留在这里看 那你去看水烧开 之后三花就一直盯着 直到水咕噜咕噜地起了水泡 然后兴奋地叫着米诺水开了 米诺拿了一把叉子和勺子给他摆好 看着这么可爱的手柄 三花忍不住想着这和米诺一样可爱 终于米诺把年糕做好端了出来 三花迫不及待地想要吃一口 嚼着嚼着就发现不对劲 辣得三花大口大口喝水 还好米诺特意给他做了一盘不辣的 看着吃得津津有味的三花 米诺感觉两个猫一起吃饭的感觉还不错 突然米诺又闻到了一股香味 三花表示他不会控制性吸塑 你不会控制这样很危险的 吃饱饭的三花就这样盯着米诺 看着三花直勾勾地盯着他 米诺害羞地问他你想干嘛 三花起身走了过来 把米诺抱了起来想要贴贴 早上还在做梦的米诺被一股烧焦味憋醒 连忙跑到厨房看看什么东西烧焦了 只见三花在煎着什么 米诺走过来问这是锅巴吗 三花表示他做了早饭 还是个煎鸡蛋 无奈的米诺把这尖焦的鸡蛋扔了 再一看鸡蛋竟然都被三花祸祸完了 只能叫三花去坐着等自己来煎 三花在米诺后面嗅了嗅 你身上有我的味道 整天和你在一起 有你的味道不是很正常吗 吃完早餐哈利给米诺发了一条信息 看到是电影票米诺开心地叫着三花去看电影 随后两猫来到电影院 米诺拿着海报去看超级猫大战实验猫Z001 由于实验猫在伤害无辜猫 被后来出现的超级猫给打败了 看完电影三花一直心不在焉地走出电影院 米诺问他对武打电影有兴趣吗 三花都只是在一旁思考着什么 三花有点不理解地问米诺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除掉实验猫 米诺解释着放任他不管不是很危险吗 会伤害到更多无辜的猫 可是这不是更好吗 实验猫本来就是武器 这也意味着他是很强而有力的武器 米诺说着他现在不是在战场啊 他攻击的猫都是普通猫 这样吗 可是也没有猫教过实验猫去区分敌人啊 三花是个实验猫了 随后拍了拍安慰他 电影而已吗 不要多想了 看来电影不是很适合你 回到家里的三花不知道是想着自己还是电影 转眼看到电影的海报 忽然瞳孔一缩 出现了一个画面 只见一个博士正在给一个猫注射药品 注射完后却回头说了一句没事吧 李虎 吓得三花大口大口喘着气 三花起身摇摇晃晃地去找他的背包 从里面拿出来一盒药 连忙把药吃下 再去把窗打开透透气 回去坐下看着这盒要喃喃自语 现在就只剩下两个月了吗 洗完脸出来的米诺还在疑惑 三花这家伙怎么从电影院回来就一直无精打采的 米诺只好拿出手机想和三花看一下喜剧 让他缓解一下 这电视还没放三花就跑过来抱着米诺了 只要米诺自己在看着电视笑了起来 后面的三花只在帮着米诺舔毛 无奈的米诺问他难道不好看吗 三花表示他根本看不懂这个内容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是一对偶尔相遇的男女坠入爱河的故事 那米诺你喜欢女性阿尔法吗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 觉得无趣的米诺想要起身离去 却被三花拉住 三花指了指电视问着要不要试一下和电视一样的 米诺看着贴贴的画面连忙把被子一盖 说着明天有约就睡了过去 只有三花难过的去洗漱 早上一早米诺就去饮料店坐着等猫 想着出门的时候三花说的早去早回 米诺就有种家的感觉 早去早回都已经变得自然起来 觉得家里有个阿尔法还是挺让猫舒心的 米诺还在乱想的时候朋友哈利就过来了 问着他在发什么呆 米诺赶紧把那些抛之脑后 谢谢你的电影票 我正好想看来着 你已经看了吗 你从不一个猫看电影 难道你有男猫了吗 米诺吓得连忙解释 怎么可能 你也知道我都没有谈过恋爱 那好吧我正准备去你家 我可能把卡洛你家了 怎么也找不到 听着哈利想去他家 米诺本想用家里太脏拒绝 毕竟家里还有个三花 但哈利却拍了拍 他说着我不会在意这些的 还是说你真有男猫了 无奈米诺只能把哈利带回家 然后让哈利在门外等他收拾好再进来 只是哈利还是想进去看看 是不是有猫在里面 米诺急的说我有关系 才把哈利留在门外 米诺轻轻开了门 看了看三花在不在 进来后也没有见到三花 寻找一番没见到猫 再看门口也不见三花的血 才敢开门让哈利进来 进来后哈利看到这么干净的房间 有些疑惑 米诺连忙解释 说着刚收拾好的 然后哈利就去找他的卡 哈利嗅了嗅空气 发现少了之前的味道 问着米诺是不是 把之前的芳香剂收起来了 米诺有点疑惑 哪来的芳香剂 就是之前那个呀 现在都没有闻到了 我还想着和你买个一样的 米诺知道他说的是 三花的性吸素味道 只能说谎说是别人送的 哈利还是依依不饶地问 是不是最近很火的性吸素香 米诺听到性吸素有点慌 但也只能继续骗着 他说这怎么可能吗 都不确定性吸素是否真的存在 本来阿尔法和欧米嘎就极少 我看新闻说 米诺有的研究所做了相应的研究 灵猫身上有性吸素物质 味道好闻 而且对猫体机能有影响 对猫健康好 还提高身体素质和精力 米诺微微皱眉回答着 谁知道这研究所正不正规的 说不定是传闻呢 终于哈利找到了他的卡 还表示约了猫现在该走了 米诺叮嘱了他几句 好好照顾女友 下周我发工资再给你转过去 此时哈利手机响了 收到了一条信息 哈利眼神都变得阴暗了下来 随机又笑着说你不用给我了 我找到了高薪的兼职 把哈利送走米诺脚一软 直接坐在地上 刚刚的性吸素问题 吓得他连手都在抖 想着刚刚和哈利对话的反应 应该没问题吧 随后拿出手机查了查性吸素 由于性吸素可以做成性吸素香水 对猫身体有着正向的作用 因此很多灵猫都被绑架成为研究对象 所以米诺一直都在隐藏自己的身份 还在苦恼的米诺正想着以后 去拿买一只剂 突然门响了起来 三花这家伙霍霍了那么多鸡蛋 终于是可以煎好了 看这样子比我煎的都好 哈利走后 门又想了起来 原来是三花回来了 米诺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 只冲冲就跑过去想抱住三花 可是还是被他忍住了 问了三花去哪了 三花拿出了冰淇淋给米诺 米诺却没有胃口去吃 支支吾吾的说今天有个朋友来过 米诺想了一下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只是在心里想着那个朋友 问我用什么方向剂 我猜他说的是你性吸素的味道 他好像在怀疑我让我心里不踏实 看着三花的背影也不由得想 我可以告诉你心里的不安吗 可以依赖你和得到你的安慰吗 但米诺始终没有说出口 感觉到一样的三花跑过来问着 是不是和朋友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了 然后握紧米诺的手安抚着 为什么这么紧张了 虽然三花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情 他还是给了米诺一个大大的拥抱 米诺此刻也发现自己已经非常喜欢他了 虽然不知道你从哪里来 但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不会孤单 想你可以一直陪着我 大风大乱过去后 三花问着米诺想去呢 米诺表示等会得去咖啡店上班 三花嗅了嗅味道 笑着说你那繁殖器过去了 终于可以出门了 说完一口一个面包 米诺看着偷着笑 这家伙吃的面包都可以吃得这么香 我今天去打工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啊 这次米诺主动邀请三花一起出门 三花有点吃惊的问可以吗 米诺表示现在非常可以 还介绍起了店里的各种美食 三花本就是个吃货 听到这些都不带考虑的说必须去 一路上三花都满怀期待的 想吃到店里的美食 看着三花 米诺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安稳 随后两猫来到店里 米诺给三花拿来了面包和阿富加朵 还有哈密瓜奶油气泡水 三花两眼放光表示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了 先吃一口面包 很满足的样子 还不忘和米诺说这也太好吃了 之后就在边唱边吃 倒是像个找到美食的小孩子 小喝一口哈密瓜气泡水 那感觉瞬间就不对劲了 看着小表情就知道三花很不喜欢 一旁的米诺看着她也笑了起来 一看就知道她不喜欢喝这个 三花还很埋态的把杯子一点点的往外推 米诺在一边记着三花特别喜欢冰淇淋 还喜欢奶昔之类的饮料 不喜欢气泡水 想着想着门铃也响了 进来的是哈利和两个妹子猫 看到哈利米诺又紧张了起来 哈利走上前来打着招呼 米诺你在这里工作呀 米诺有点本能反应的后退了一下 哈利接着又说 我们刚吃完饭想找个地方喝咖啡 米诺有点心不在焉的瞄了一眼三花 想着三花还在这里 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认识 看着三花还在吃着东西也是放下了心 随即把哈利他们接待好 哈利在找座位的时候 刚刚好看到一旁的三花 然后哈利在他女朋友耳边轻轻地说了些什么 由于哈利几个猫一直在讨论三花 三花也是有所察觉地看过去 刚看过去哈利他们便别过了头 三花有点在意跑过来问米诺 是不是在意哈利的性吸素 吓得米诺一机灵 接着三花又说那个猫身上有微弱的阿尔法香味 米诺把三花拉近小声地问你说什么 你不是在意它的性吸素吗 我在意的是你的性吸素 而且它们不可能有阿尔法香味 它们都是贝塔 也不是灵猫 可我刚刚闻到了 虽然很微弱 米诺笃定地说它们绝对不可能有 三花也表示自己鼻子很灵的 三花也不在这问题多说 可米诺说了下自己该走了 你要走了吗 随后心里想还以为它会带到自己下班呢 不过哈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他现在走也是好事 只能说了生好的 并让三花注意安全 三花摸了摸米诺的猫脑袋 说着谢谢你带给我好吃的 三花走的时候还不忘一步三回头 米诺觉得虽然回家就能看到它 但还是有点可惜不能陪它下班 米诺把做好的饮料拿到哈利这边 哈利问着你认识刚刚那个三花猫吗 我看你们在聊天 米诺紧张地说你问这个干嘛 一旁的妹子猫说自己只是听说过三花公猫 今天还是第一次见 随后哈利几猫就在讨论三花 听说非常珍贵 只有三千分之一概率出一个三花公猫呢 此时米诺倒是有点放下心来 原来它们是在讨论三花的毛色 还以为它们说的是阿尔法性吸素问题 一旁的妹子猫还想着让米诺给它介绍三花 米诺也只能尴尬地说自己也只是碰巧认识 这时候来了客人 米诺也是赶紧抽身离去 回家路上米诺的心情也变好了起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自己太敏感了吗 就不该让三花先走的 和它一起回家该多好 回家做奶昔给它吃 它一定会很开心的 只是米诺回到家却没有见到三花在家 只能先做奶昔等它回来吧 一顿认真的操作 一个三花脸就出现在奶昔上了 虽然对奶昔很满意 但已经都到晚上了也没见三花回来 还是先放冰箱等它回来再吃 米诺一个猫坐在那等着 再不回来菜都凉了 也没有问它电话号码 想联系也联系不上 等得天色越来越黑 再次醒来已经到了第二天早上 看了看桌子 看来它是没有回来过 一个猫没什么心情坐上去 一个猫孤独吃着有些冰冷的饭 它可能不会再回来了吧 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眼含泪花的米诺此刻就是个伤心猫 来得那么突然 想不到最后的道别也这么随意 既然要离开 为什么又要让我依赖上你 让我知道在一起时有多快乐 都没能好好告别 好歹也让我说一声再见了 那样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心痛 一大早米诺就被一群猫团团围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早上米诺因为三花的离开 倒得心情不好 所以来到了好心情超市 买点好心情 拿着一盒红萝卜看了看 一个猫应该吃不了这么多 没有少的也没办法 只能拿回去多做一点 三花的离开 让米诺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猫的生活 忙着上学听课 忙着去咖啡店上班 走着走着米诺突然晕现起来 连站都已经站不稳 闻到一股信息素的味道 只是和三花的不一样 还在思考之际一个声音传来 之前都只是猜测 没想到是真的 朝着声音看去 竟然是哈利 哈利手里拿着一袋散出味道的东西 说着我看到你家垃圾桶里的抑制剂盒子 原来你是这么珍贵的欧米加 吓得米诺连连后退 但哈利却一副玩味的样子走过来 拿着这小袋东西说着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欧米加闻到就会发狂的阿尔法 发狂七信息素 你现在浑身都是香味 见状米诺只能转身就跑 还没跑几步就被几个身穿黑衣的猫围住 想要后退却又无路可退 看着四周都是猫 米诺只能炸毛的喊着不要过来 哈利在一旁笑着说 不好意思了米诺 你也知道欧米加很值钱 有了钱我就可以结婚生子 可是哈利我们是好朋友啊 对啊 米诺我们是朋友 所以你就帮帮我吧 米诺不可置信的看着这个昔日的朋友 不等米诺反应过来 后面走来一个猫把米诺捂着嘴 因为四周的猫都带有信息素香味 很快米诺就瘫软下去 然后被抬上了车 无力的米诺只能在心里喊着不要啊 谁来救救我 这是一个声音说着你们在干什么 几个黑衣猫吓一跳的叫着谁 只见三花坐在围墙上打戏着 这不是米诺吗 米诺刚过发狂七怎么会有信息素香 几个黑衣猫叫嚣着管他是谁 都给我上 哈利又跑出去对着他们说 那只三花好像也是灵猫 是吗 那就用麻醉枪抓活的 三花一个跳跃落下来 表示我完全不许你们 而且你们身上的味道让我反感 黑衣猫也没有废话 直接就发射过去 但都被三花一一躲了过去 三花一个飞踢就搞定一个 然后散发出一股气味 把这群劣质阿尔法臭的掉在地上瑟瑟发抖 三花走到哈利面前问着女士贝塔 贝塔竟然想要欧米家 真奇特爱你 哈利这是害怕的喊着你别过来 对下一巨量的转身就跑 三花也没再理他 把米诺抱起来说着 我带你回家 三花把米诺抱回了家 看米诺已经安稳也放下心来 自己在一旁把那些味道清理干净 受那些香粉影响米诺身体 还是会散发出味道 三花只好用被子把它盖住 萌萌萌萌中米诺醒了过来 惊吓得起来四周看看被拉去哪了 看到是在自己家里很是疑惑 还没想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一个手按了下去 看到三花米诺虽然很开心 但还是又坐了起来 用力过度还把肚子搞得刺痛 三花想关心一下的问肚子疼吗 米诺委屈地把她甩开 你为什么在这 你不是走了吗 这不回想还没事 想起来今天被哈利出卖的事 米诺都觉得还心有余悸 想起哈利做的事情 米诺也不由得心寒 多年的朋友竟然会如此对待自己 米诺抱着被子低头哭了起来 三花也不知所措地叫了下她 还想用尾巴逗一下米诺 才碰到就被米诺一把甩开了 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闻到熟悉的香味过去看看 看你有危险我都把你带回来了 米诺有点吃惊地说 你一个猫从那么多阿尔法手里把我救了 就像有钱人的孩子不懂人情世故 你到底是谁 我是三花里虎啊 我问的不是名字 你住哪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有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 三花没有说什么 只是表示这些都不能向外说的 米诺有点愤怒地问她能说什么 还有你为什么要接近我 三花平静地说 欧女嘎发狂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找阿尔法帮助 我看你吃了很多要对身体不好 就因为我发狂吗 所以我发狂期结束你就会离开是吗 阿尔法的任务完成了 我自然就该离开了 听完米诺一脸的失落 自嘲着我就知道会这样 我努力忽视 但还能有别的理由吗 就算是骗我也好啊 立刻从我的家里出去 三花还在懵圈着说米诺你哭了 但被米诺一把拉住就往外走 不明所以的三花还想问米诺你干嘛 就被米诺推到了门外 米诺哭着喊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随后一把把门关上 留下三花在外面看着 米诺她哭了 他们都说只要陪欧米嘎一起度过发狂期就够了 根本不是这样的 补锡卡 米诺在房里擦着泪 此时在凳子上的手机响了 看着陌生的电话米诺还是接了 接通那边传了哈利的声音 米诺你终于接电话了 听到是哈利米诺根本不想多说就要挂断 只听见那边说着求你别挂电话 你要挂了我会被弄没的 求你救救我 我被猫抓了 他们想要见那只三花猫 一把小刀在空中碰 而哈利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面前是一个军火大佬怒斥着你们没抓到 一个黑衣猫低下头说着 中途冒出一个成咬金 话没说完就飞了出去 还敢狡辩 连贝塔都打不过 你们还是阿尔法吗 他不是贝塔呀 他身上有性稀疏 一定是优质阿尔法 优质阿尔法 哪来那么多优质阿尔法 这附近好像没有吧 他和那个欧米加认识 而且还是个雄性阿尔法 毛色却是三花 听完大佬也不淡定了 三花阿尔法 上前逼问着哈利说 你和那个欧米加是朋友 那你应该也认识他咯 哈利一时被吓得不敢说话 快点回答我 我不知道他呀 不过米诺和他关系很好 他应该知道的 然后哈利被狠狠地摔地上去 大佬再次说着叫他出来 把那只三花阿尔法叫出来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叫 哈利只能瑟瑟发抖地 拿起手机打了电话过去 电话打通 米诺接了起来 在知道是哈利的时候 米诺就想挂断电话 可哈利还在苦苦哀求着救救他 只要把三花阿尔法给他们 我们就能获救了 一个阿尔法换我们两个 不是很值得吗 米诺听他说得越来越离贫 就连手都紧紧握住 又以这种方式 为了自己出卖别人 你这是因果报应 自作自受 就这样吧 说完便不管哈利怎么哀求 也挂了电话 米诺手机一丢说着 我竟然把这种人当作朋友 还是去洗澡吧 洗完澡出来精神抖擞 只是那手机 竟然还在一直想着不停 搞什么东西啊 还在给我打电话 正想着把哈利拉黑 却收到哈利的短信 说着我女朋友 和肚子里孩子怎么办 后面还有个地址 求着他一定要来啊 看着这短信 米诺陷入了沉思 最后还是把他 给拉进了黑名单 你这种猫还知道 女朋友和孩子 拿出一瓶酒 咕噜咕噜的就喝光了 最后善良的米诺 还是走了出去 没办法的米诺 拿起手机 打起了报警电话 然后叫了台低市 一边报警 下边叫司机 带他去哈利给的地址 不多久米诺就来到目的地 虽然报了警 但不确定 能不能坚持到警察到来 必须想办法拖一下时间 米诺来到这里 手都开始发抖 不过还是走过去 到处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武器 拿了一根铁棍子 就悄悄地走过去 突然后面有个猫叫了下来 这猫猫炸得都快熟了 来猫竟然是三花 就像三花一直跟着过来似的 你怎么在这里的 难道你跟踪我吗 三花也没有说谎 是的 你一个猫深夜出来 我怕你有危险 里面有很多阿尔法 你最好还是不要进去了 我说过让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难道你当我的花是耳边疯吗 不是的 只是你这样很危险 米诺没有理他 直接转头就要走进去 只是三花也跟了过来 手上拿了根铁管叽叽歪歪地说 米诺钢条容易伤了你的手 还是用铁管比较好 铁管容易打断 所以我给你多拿了几个 你感性这俩猫不谈恋爱要去干架了 三花还在后面劝着米诺用铁管 受不了的米诺一个后拳打过来 不过被三花轻松挡住了 被挡住米诺当然会生点闷气 而三花这家伙还温柔地摸着米诺的手说着 这么握拳头会受伤的哦 米诺直接给他一个白眼 我就不该和他说话 总是被他影响 走着走着米诺看到了一个后门 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墙上还有个破洞可以看到里面 一群阿尔法正在欺负着哈利 三花也休一下蹲下来一起看 三花问着米诺确定要救他吗 有的不解地说 他之前还想绑架你呢 他不是好猫为什么还要救他 米诺有点烦地骂他为什么还要跟着我 我现在又不是发狂气 做你自己的事去 三花也被说得一阵无语 我把你弄哭了 你掉了大颗大颗的眼泪 对不起米诺 我知道错了 你连自己错在哪都不知道 这更让我生气 那你可以告诉我吗 让我能好好地向你道歉 米诺把手抽开说着 你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肯告诉我 我凭什么告诉你 我没空和你闲聊 说完就要把门打开 三花上前阻止了他 就算警察会来正面刚也不是好主意 转移视线偷偷混进去 不一会两猫就偷偷跑进去了 只见哈利还在求着他们放过他 三花无奈地问着米诺 他又想害你 你真要救他吗 我也不想管他 可是他真要出事 我也会自责的 我不想这样 何况他还有女朋友和他的孩子 三花听完也是对情况有所了解 表示自己等会去转移他们的视线 你找机会把你朋友带走 米诺有点不敢相信地看着他 三花回头笑着说我很强的 三花直接跳了出去 一个脚丫子直接干没一个 再跳起来用膝盖顶没一个 米诺也趁乱跑来哈利面前 打算直接把哈利拖走 可是不小心碰到石头把哈利摔了下去 碰撞声音也吸引到其他阿尔法的注意 三花一个快步就过来挡在他们面前 然后三花打算散发出信息素迷晕他们 只是这次他们早有准备 拿起口罩戴了起来 三花看到这种熟悉的口罩 觉得还是尽早离开为好 还没想完那团伙老大就跑了过来 三花也注意到了他 很明显这两个猫以前就认识 米诺倒是直接把哈利拖了出去 然后把他给丢到旁边 米诺蹲下说着 谁叫你出卖朋友 活该被人绑架 要是警察没来救你 你就当是自己最有应得吧 米诺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担心着三花的米诺连忙跑回去 躲在一旁看着三花 只见三花被围殴应付起来 也是很轻松 一个后踢又处理完一个 最后大佬也出手了 一听到三花阿尔法 我就知道是你 一想到我因为你受的罪 我就想把你炸成猫之 随后一脚过去 被三花轻松挡住 我没空和你叙救哦 三花快速冲到大佬身边 然后散发出信息 速让大佬动弹不得 再一脚踢过去收尾 三花马上就跑去米诺身边 把拉着走了 警察过来把一群阿尔法 都捉了起来 只是没有捉到团队大佬 三花一直跟在米诺身后 米诺走着走着 有点头晕起来 三花见状连忙上去扶着她 米诺推开她说着 只是因为刚才太紧张了 现在已经没事了 三花看着米诺走开 心里很不适滋味 米诺说着 谢谢你帮了我的忙 不过我现在想一个猫回去 三花还是不放心的 想跟着她回到家 那些黑衣猫已经被抓起来了 你也不用跟着我了 我想回到平凡的生活 我只想上学打工过 普通人的生活 可是跟你在一起 这些都不可能 三花听完也不知道说什么 米诺说完转身就跑了 回家途中都是低着头想着 我以为了解三花 我们能更靠近彼此 可是想到那个大佬说的话 很明显三花和他们认识 其实我对她什么也不了解 我也不想再看到 那些穿着黑衣的吓猫猫 我要忘掉这一切 终于米诺回归了 平静的校园的生活 坐在学校里吃着午餐 思考着放假以后 该去哪里玩呢 此时远处走来 一个白猫叫着米诺 问着米诺有见到哈利吗 米诺有点为难 这些事情可不能对她说的 接着白猫说哈利电话 不接短信不回 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上了 还说完白猫手机就响了 接了电话竟然就是哈利 哈利表示自己 现在在警察局 喝着茶过得挺好的 米诺趁她电话的时候 偷偷跑开了 想着这些事情 还是对白猫产生了影响 还在想着东西的米诺 被一辆面包车失控 吓了一跳 要不是看她开远了 还以为又是那群黑衣猫 最近不太贫 得买个护身符带带 夜晚回到家的米诺 开始收拾三花的东西 看到椅子上的衣服 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 也不知道她的联系方式 没办法教给她 后来又想了一下 对啊 我们竟然连联系方式都没有 拿起三花的衣服闻了闻 虽然感觉很舒畅 但她猫的信息素味道 真让人上筒 还是扔丢算了 米诺很快就拿着衣服 来到垃圾桶旁边 这冷羞羞的天气 让她赶紧把衣服丢了进去 旁边好像酒鬼在吵闹着 又把她吓得一击零 米诺只能赶紧跑回家 听到她关门的声音 三花才敢伸出一只脚 然后跑到垃圾桶拿出她的衣服 又很帅的穿上 丝毫不理会这是垃圾桶拿出来的 看着闭门的米诺家 三花没有去打脚 而是转头走开了 受伤了就乖乖躺着吧 今天我自己来 街上回离湖 只是在米诺家旁边默默守护着 第二天一早 米诺就去咖啡店上班 却看到同事在打扫着门口 被破坏的花盆 米诺赶紧跑过来了解是什么情况 我真要打电话给你呢 一群身穿黑袭装的突然出现 问我认不认识你 你没事吧 一听到黑袭装 米诺就联想到可能又是那般家伙 同事表示看他们凶声恶煞的 就没有告诉他们 还有因为他们的原因客人都走了 现在连警察也来了 后来又有一只猫过来在门口 和他们打起来了 米诺有点紧张地问那是什么样的猫 那是一个三花猫 他们要出来了 同事连忙把米诺推走 让着他今天先回去 不然老板见了肯定要骂的 今天我就替你干着 米诺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这都是因为自己才变成这样的 同事还是坚持要他回去 走在路上的米诺有点害怕 黑西装不是都给捉起来了吗 怎么还会找到我工作的地方 还以为没事了 现在该怎么办了 旁边传来碰的一声吓得米诺一击灵 看着那影子米诺就知道又有猫打架 现在世道可不太平了 这时米诺想起刚刚同事所说的猫是三花 难不成是李虎在那里吗 忍不住担心的米诺还是走了过去 只见三花满身伤痕地站在那 还是帅得一批 看着几个倒在地上的黑西装男 米诺有点害怕 三花微微转头回来 离开这里米诺 今天是你上班的日子 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些 三花沉默了一回说着 第一次见到你虽然你戒备心强 但你努力工作会做菜 面对生活总是乐观微笑 米诺我很喜欢看你笑 我也希望你能过普通猫的生活 这说的把米诺感动到就要哭了 米诺走过去拉着三花的手指 轻声说着李虎 我们回家吧 两猫回到家里 米诺帮着三花处理伤口包扎 还有你身上的伤也要消毒的 把衣服脱了 三花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把衣服弄开 身上到处都是红红的伤口 米诺轻轻地帮三花消毒伤口 问着你怎么知道我上班的地方 我现在还有危险吗 三花说明那天在仓库偷偷溜走了一个 事后也没有抓到她 她见过我 大家会找我们报复的 三花微微抬起米诺下巴笑着说 没关系的 你只要像现在这样生活就行 什么都不会变的 说完三花就打算起身离开了 米诺有点不忍地拉着她 难道你又想在暗中保护我为我打架吗 你现在都已经受伤了 三花回头微笑地表示 我没事的不用担心 你每天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你脚腕受伤连走路都成问题 之前差点出车祸的猫也是你吧 深夜那个猫还有在学校保护我的都是你 怎么就没事呢 随后米诺心里想着 哪个阿尔法会对一个 只是一起度过发狂气的欧米加这么好 你这个傻瓜 随后一把把三花给拽了回来 你给我做好了 我给你绑冰冻蛋 米诺你别哭 憋着眼泪的米诺哼了一声 我才没有哭 可那眼角的泪水肉眼可见 米诺我希望你笑 想看我笑你就告诉我保护我的理由 想看我笑的原因 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我对喜欢的猫会感觉到的 你呢你能感觉到吗 三花有点认真说着 我也一样的 我喜欢米诺 真的很喜欢米诺 米诺听完脸红耳赤 随后一把把三花推倒下去 受伤了就乖乖躺着吧 今天我自己来 你看过ABO猫片吗 可能你看过猫 但应该没有看过这种猫设定 在这个世界猫类分为 阿尔法和欧米加 还有贝塔 接上回三花让米诺跟它走 为了防止研究所的猫找到我 我给自己准备了安全屋 不想被抓得赶紧进来安全屋 研究所的猫果然在找你 学校的事还有打工的事 我需要时间考虑 三花靠在米诺肩膀上 说着没关系的 你慢慢考虑 我也觉得你的生活很重要 米诺有点脸红的说着谢谢你 这时三花想起来了一件事 你把我衣服扔掉的时候 有看到蓝色药品吗 米诺有点尴尬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的联系方式 所以只好扔掉了 三花倒是无所谓 我马上就捡回来又穿上了 还很干净 不过我现在差不多得吃药了 不能控制性吸素时吃的药 就像阿尔法抑制剂吗 着急的话现在去买 虽然有点远 但我去的药店有卖 说完两猫就去了药店 买完后米诺说着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因为药店老板的孩子也是灵猫 三花也没有多说 直接把药放嘴里就吃了下去 米诺闻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 性吸素果然比平时要浓 不过你在仓库的时候 不是释放了性吸素吗 还说让我用性吸素洗澡 虽然我调节不了性吸素 但就像之前被迫发热一样 身体也会随着性吸素反应 过分激动或者被攻击的时候 我的性吸素会有攻击性 所以只要调整情绪就能控制性吸素 但还是需要吃药的 这样阿 不能控制性吸素比我想象的还要麻烦 控制不了又没药的时候怎么办 那我会被周围性吸素样本覆盖 非常激动状态下暴走 还在聊天的三花 没注意到身边这个戴着帽子的猫 正拿着一瓶药给他注射在身上 瞬间三花就感觉性吸素已经不能自我控制了 刚刚那猫直接跑走了 发现不对劲的米诺赶紧扶着三花 你的性吸素怎么回事 你没事吧李虎 三花看到地上的性吸素催化剂也明白了一切 还不容他多想又有一只要飞过来 三花把米诺推开 一只麻醉剂就这样打在三花手臂上 三花把药针拔出来 拉着米诺就准备离开 对面楼顶上那个大老猫正盯着他们 连麻醉剂都不管用吗 但他中了性吸素催化剂很快就会性吸素暴走 吩咐着黑衣猫他走进巷子 把他抓住 随后又发射了一只麻醉剂 这次三花直接用尾巴给挡了下来 由于中了性吸素催化剂 三花也不由自主的摇晃 叫着米诺快跑 去猫多的地方躲起来 米诺很是担心 我不能一个猫走 你现在的状态不太好 你必须走米诺 搞不好我的性吸素也会让你有危险呢 还没说完黑衣猫就已经出现 抓住他们 先抓住欧米达 反正阿尔法会很快性吸素修课 听到性吸素修课米诺也是一惊 三花直接站在米诺面前 别搞笑了你们 我看谁敢动米诺 随后散发出有攻击性的性吸素 拉着米诺就跑了 大佬不来骂着一群蠢货 这么看能抓得到吗 赶紧堵住每个出口给我上 黑衣猫在后面朝着米诺扔了阿尔法发热枪 见状三花拉着米诺想要跑到里面去 大佬在后面指挥着黑衣猫发生麻醉剂 不过都被他们躲开了 三花让着米诺离开这里 去猫多的地方躲起来 米诺很是担忧三花 李虎他们说你会性吸素修课的 你是不是会出事 我不能丢下你自己逃跑 三花无奈解释着 性吸素暴走会引发极限的激动状态 失去理智无差别对待任何人 所以你也会很危险的 米诺还是担心的问那修课呢 持续暴走身体会支撑不住 最后所有的神经都被切断 但没关系的 你给我买了抑制剂我不会修课 让我保护你 知道了吗 听完米诺有点放下心来 我知道了 那我先出去报警 就算帮不上忙 我也会想办法赶走他们 走的时候还不忘提醒到 坚持住啊李虎 三花心里想着 发生这么大的事 外面都没有任何动静 看来研究所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米诺这么聪明 应该能躲过一劫 米诺走后大老们就追了上来 该报走了吧 拜托一定要休克晕倒 毕竟他们也不一定能打得过三花 再一看三花瞳孔都已经变了样子 身上散发出一阵阵性吸素 另一边还有着黑衣猫在追赶着米诺 米诺只好先躲起来 这个小巷子怎么这么复杂 随后拿出手机就想要报警 只是一直也连续不上 在玻璃窗外面刚好可以看到三花 三花很强 一下子又处理完一个 直接跨过黑衣猫直奔大佬给他一脚 可惜被躲了过去 之后一口咬了过去 大佬见状直接拿出一把小刀把三花逼开 三花一个白手把他手上的刀给弄掉 此时能用的只有一个手 米诺看到这一幕也知道 是因为刚才一个手中了麻醉剂的原因 三花再怎么强大现在也很危险 有什么办法呀 我现在还能做些什么 抬头一看看到了一个花瓶 米诺心里就有了计较 反观三花这边虽然释放的信息素 把黑衣猫都给处理了 但这个大佬还是站着有很大的战斗力 刚刚还在凶狠的三花脑子突然晕现起来 整个猫都已经摇摇晃晃的 大佬看机会来了 直接上前就是一拳 中了这一拳三花终于是无力的倒下 大佬正准备给他最后一击的时候 头顶掉下一个花瓶盆栽 这么正宗头顶就算是大佬阿尔法 也是趴在了地上 米诺连忙走下来 李虎你没事吧 但这庞大的信息素让米诺无法靠近 随后瞄了一眼地上的大佬 把他的口罩戴上才能走到三花身边 三花迷里呼呼的看了一下米诺 之后就晕了过去 米诺只能一个猫把他扛回了家 摇摇晃晃的把三花放好下来 李虎你醒醒了 不过李虎的呼吸好像越来越弱了 然后米诺趴在三花身上听一下他的心跳 心跳这么慢 难道这就是休克吗 我该怎么办呢李虎 由于米诺趴在三花身上 米诺的信息素让三花有了更大的呼吸 米诺见状想着难道我的信息素有用吗 随后米诺把头靠近了一点 看着好像不行 又把头趴下去听一下心跳 你刚才好些了吗 我是劣质欧米达 和优质的李虎比起来信息素量还是太少 要多到能灌满他的全身才行 米诺把口罩脱了下来 朝着三花吐着他的信息素 三花果然有了好转 身上的信息素也没有那么狂暴了 看着三花脸上的伤 米诺有点心疼 又多了心的伤口 之前的伤都还没有好呢 都怪我的固执几件害了李虎受伤 我必须做出决定了 三花做梦梦到了以前 旁边的普希卡告诉她 你的信息素暴走很危险 只有这个药可以调节你的信息素阻止暴走 欧米嘎的信息素只能让你暂时冷静 所以一定要按时吃药 这时三花就睁眼醒了过来 模糊地看到米诺正戴着口罩看着她 米诺看她醒了很是激动 你终于醒了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不是说有抑制剂不会休克吗 对不起米诺 你没事吧 我的信息素是不是让你很痛苦 你这傻瓜这些重要吗 你告诉我要怎么才能让暴走平静下来 用你之前说的蓝色的药吗 那药要去哪里买的 安全屋里还有 米诺问这安全屋在呢 三花想要起来 算了吧 丢下你去安全屋太危险了 我还能坚持住 现在你的信息素这么浓郁怎么能放了 就算你身体强壮再坚持下去又要晕倒 而且谁要你一个猫去 我陪你去 米诺心里暗想着不能再依赖它了 我也要保护理屋 我决定我的猫生我做主 之后米诺就带着三花一起前往安全屋 米诺带着三花一起前往安全屋拿药 旅途中也遇到了黑衣猫的追捕 米诺把他们引到和三花事先布置好的陷阱 把他们都给撂倒 然后用他们的麻醉枪把他们给放倒在地 三花叫着米诺趁现在赶紧跑 可他自己因为信息素暴走 整个猫都摇摇晃晃的 米诺连忙上前扶着三花 你这信息素太浓了 这样下去恐怕又要晕倒了 现在下着雨只能简单处理一下 说完米诺就真的简单亲了一下 随后就分开了 离狐你现在还能站起来吗 先忍一下 三花对着黑衣猫指了指 他们身上应该有着类似喷雾的东西 你去拿过来 三花用这个喷雾给米诺喷了一身 之后又给自己喷一下说着 这是信息素除味剂 不能完全让味道消失 但至少能暂时不被发现 快找个地方落脚吧 找到一个有民宿的地方 但老板看他们两个乱糟糟的就说没房了 又跑了几家都是如此 现在两个猫住的地方都没有 下着大雨 三花的状态有点越来越不好了 我们可不能露宿街头 米诺正打算扶着三花再去找找 有没有其他民宿 一个猫婆婆叫住了他们 要不要来我家住 婆婆把他们带回了家 并告诉他们浴室在那边 米诺有点好奇 您怎么知道我们在找住的地方 我一看你们就不是本地人 下着雨还迷路一看就能开到 你身边这位生病了吗 我给你要吧 为了不被婆婆知道这是信息素问题 米诺只好说着她已经吃过药了 我们先进去了 谢谢您 婆婆还在后面叮嘱着恶的话 可以吃点零食 第二天早上雨终于是停了 房间里两猫还在睡觉 三花先是睁眼醒了过来 随后使劲一把把米诺抱得紧紧的 米诺也是被她抱得醒了过来 你好点了吗 三花笑着说你的信息素包裹着我 我好多了 我们只要坐船很快就可以到安全屋 听到坐船米诺起身说着 那我们得去及时买一些必需品 三花还想着一起去 米诺让她继续休息就好 孙子里有很多雄性猫 我一个猫去反而不起眼 正开门出来的米诺看到一个雌性三花打着招呼 你就是外婆说的猫吗 我是民宿老板的孙女伊朗 住的还习惯吗 米诺表示睡得挺好的 现在打算出门去附近及时 但不知道怎么走 伊朗说着我正好要出门 开车载你过去吧 三花这时也咳嗽地走了出来 见她不舒服米诺连忙过去扶着她 对着伊朗表示歉意 我先扶着她回去 回到房里米诺有点担忧地问着三花 李狐你怎么了 难道又发作了吗 可谁知三花这家伙马上变得精神起来 一把把米诺给抱着 看着三花这样子米诺也知道这家伙是装病 真是的 这么危机的时候还要闹 害我白担心你 三花有点吃醋地说着你要和刚刚那只猫出去吗 你把我丢在这里和那只猫去集市吗 米诺算是明白了 我一个人去集市 要是我们一起去的话 你可能会被其他猫发现的 还有李狐你是吃醋了吗 我才刚认识那只猫几分钟 三花有点小委屈地说着可它是贝塔呀 米诺总是对贝塔心软 上次为了救你那个朋友还差点丢了姓名 我的毛很短尾巴也不是毛茸茸的 米诺有点想笑 大多数猫都是贝塔呢 难不成你要嫉妒所有的猫吗 而且你的花纹和尾巴都很漂亮 现在一点不像平时的你 真的没事吗 三花有点害羞地靠在米诺肩膀上 因为信息素有点明短 我现在控制不了感情 米诺也关心着她 没剩多少距离了 你再坚持一下 我马上回来你别担心 还有以后不准提哈利的事 李朗给米诺画了一张小地图 还问着真的不需要我送你吗 想到三花米诺只好拒绝坐车过去 随后就出门了 李朗看她走了 也准备着起身出去 婆婆开门走了出来 你要出去吗 那你顺便载我一程 那我去开车你等一下 我去拿钥匙荷包 婆婆看到这车都满是灰尘了 都可以用手画画了 这时那个黑衣猫大佬跑了过来问着婆婆 老人家你有看到附近有雄性的三花猫吗 婆婆把画画的手抽了回来 然后说着我见过 婆婆抽回了在画画的手 对着大佬说着我见过 大佬激动的一把抓住婆婆的肩膀 在内见到的 婆婆则是淡定的说 我家孙女就是个三花猫 大佬拍了拍额头 有点无奈 我要找的是雄性的 婆婆听完骂着她 臭小子你是不是捉弄我这老太婆呀 三花怎么可能是雄性的 看来不在这里了 随后对着身后的猫板手示意撤退 走的时候还得皮一下 老人家小心老年痴呆呀 保重身体 婆婆叹了口气 这家伙真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不过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竟然来我们村找猫 大佬走后一郎也出来了 婆婆让一郎把他送去村子会馆 村庄集市林里诺正在买单 看着包里的备用药和应急干粮和水 还有衣服 想着应该不缺什么东西了吧 刚想回去后面一个摊位老板叫住了他 小伙子我看你是来旅游的 要不要买个可爱的钥匙链做纪念品呢 里诺憋了一眼 可这是什么玩意 老板解释这是村的传说美猫鱼 里诺有点尴尬 这就是美猫鱼吗 差点认不出来 美猫鱼以前住在我们这附近的海域 公主的美猫甚至传到了隔壁村子 众多美猫鱼都来求婚 但她爱上了陆地上的猫 离开大海定居在我们村里 这要是恋就是美猫鱼的象征 里诺听完有点怀疑 这是真的吗 老板接着说这附近从古至丁有许多海女和渔夫 传说有些猫身上还有鱼鳞 我们说不定是鱼的后代呢 里诺觉得倒是个挺有意思的传说 买一个当纪念品也不错 我要这个和这个 老板表示就要这两个吗 米诺想着赶紧走 这家伙刚刚还说是鱼的后代呢 现在就想让我吃鱼 另一边大佬坐在车上 两个黑衣猫颤颤巍巍地站在那汇报 我们跟踪那个欧米嘎到了巷子里 突然冒出一个阿尔法用麻醉枪打晕了我们 他还抢走了我们的解毒剂 我就说怎么信息素追踪不管用 解毒剂竟然被抢走了 老子可是用尽办法让他抱走 你跟我说解毒剂被抢了 随后用信息素把黑衣猫锁得不好呼吸 电脑里视频聊天的科莫部长问着怎么了 大佬一想就想到了怎么惩罚这两个黑衣猫 我送两个猫过去给你实验室 两个黑衣猫一听到实验室就慌了 大喊着我不要回到实验室啊 饶过我们这一次吧 大佬只是挖挖耳朵当没听见 对着那个科莫部长说的 小屁孩 你送来的人工阿尔法真的是最好的吗 怎么一个都派不上用场 还有更好的吗 这说的科莫部长就不乐意了 没有更好的 你以为制造人工阿尔法很容易吗 为了分裂要从信息素样本里提取 还要培养和移植 你知道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和细心吗 现在信息素样品已经非常不足 赶紧带新的来见我 大佬表示我不是正在捉吗 说完后面普希卡走了过来 我之前麻烦你的东西弄好了吗 科莫部长一惊 连忙回应着普希卡所长报告 已经放在你的桌子上了 普希卡看到他们在视频 有点好奇的问 这不是时候大佬吗 你和科莫部长很熟吗 这两猫一口同声的说 我们一点都不熟 时候大佬总是要求我 给他私下送去人工阿尔法 就为了抓一个劣质欧米嘎 普希卡觉得时候 应该不是这么无能的猫啊 大佬听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好在那边挠挠头 然后说起李虎 我已经找到了李虎 是吗 他过得怎么样 还健康吗 要够不够 已经逃跑的猫还在意他干嘛 他不仅不感激普希卡 还爱上了劣质欧米嘎 他带着劣质欧米嘎攻击了我们 普希卡笑了笑 那个劣质欧米嘎 在他发热期的时候帮了他 发热的欧米嘎 他因为那个劣质欧米嘎甚至暴走 这是一个叫吉约尔的猫 过来找普希卡 普希卡问着吉约尔 你来研究所有什么事 吉约尔只是示意性地摇了下头 对着大佬说吉约尔找我 我们下次再聊吧 大佬很急地叫着他 等一下普希卡所长 很遗憾普希卡所长去找吉约尔了 现在所长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你走正常流程请求支援吧 也总联系我帮你 挂了 大佬记得平板都丢了 分部长吉约尔找普希卡干嘛 一想到三花和吉约尔一样的眼睛 大佬就忍不住吐槽 黄眼睛的猫没一个好东西 另一天吉约尔问着有什么新发现没有 实验室有一对情侣发现信息素连接现象 这被叫做标记 还在查标记的过程和解除方法 那只三花猫呢 它马上会回来 你不用担心 吉约尔有点不爽 它已经离开这里三个月了 你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 你忘了答应我的事情吗 普希卡亲了上去 吉约尔你不信我吗 它的家在这里 它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清完吉约尔表示今天会早点回去 然后就走了 留下普希卡暗想着 必须查清楚李虎身边那个劣质欧米嘎了 房里三花正躺在米诺腿上甚是舒畅 一朗在外面叫着吃晚饭了 米诺还想着拿进来吃 三花则表示整天只待在屋里反而会惹人怀疑 还是出去吃吧 两猫出来看到一桌子菜不有喊着好香啊 一朗说外婆好久都没有亲自做饭了呢 随后外婆拿来一盒东西给三花 并说着这是村子里的传统糖 很好吃的 三花对着婆婆道谢 几猫就在这里吃起了晚饭 米诺加起一个黏黏圆圆的东西吃得津津有味 婆婆看到有点意外 没想到你这个年轻人也喜欢 真是太好了 婆婆对着一朗提醒明天别出门了 一朗有点疑惑的问为什么呀 婆婆说起有一群穿着军装的猫在村子里走动 这把米诺搞得刚吃的东西都差点吐出来 一朗连忙给他递了一杯水 最近世道不太平 没想到连乡下也这样吗 要是有问题村长大叔会出面解决的 外婆你别担心 米诺转头和三花对视一眼 三花也意会到了她的意思 夜里米诺给婆婆留下个纸条还有一些费用 走的时候也有点不好意思的想 婆婆在雨天帮助了我们 我们却要一句道别都没有就离开 三花在门前叫着米诺走吧 等两猫走后一朗过来拿起纸条说着果然立刻走了 别太担心外婆 他们带走了很多糖果 应该不会有事的 那就好 你也进来睡吧 一朗把钱数完 他们还留下了五万块呢 我们还赚到了 深夜里两猫迎着风在草里走着 走到一个废弃的公交站打算留住一晚 之后两猫就在公交站的椅子上依偎在一起 三花指了指那边 米诺就今天坚持一下 越过那座山就是大海 等太阳升起我们就坐船离开着 米诺困意来袭 安全屋真的好远 四方黑漆漆的 只有远处村里一系的灯光 还有各种不知种类的昆虫叫声 还有三花身上的香味和青草味好舒服 之后米诺就睡着了 三花还偷偷地揪了一下 第二天一大早两猫就在爬山了 三花伸出手拉着米诺 再坚持一下 越过这里就能看到海了 两猫终于是来到船这里 米诺看着这个船不由地问这不是气体吗 三花笑着说 这是我在研究所偷偷准备的私人气体 坐其他猫的船会留下痕迹 米诺摸着这气体 感叹还是私人气体吗 李虎真有钱啊 三花直接给米诺来了一个公主抱 然后稳稳地把它放在气体上 还说着我怕你上船的时候摇晃有危险 米诺嘟起嘴表示我一个猫也可以的 三花回头笑了笑 米诺这是最后的旅途 三花回头说着米诺这是最后的旅途 两猫就在海里开着气体 米诺看到海里的会飞的鱼甚是快乐 三花你快看那里 是飞鱼 三花则是担心着它 你可以欣赏 但别把身体探出去哦 很危险的 而且我们也快到了 不一会两猫就到了一个岛 米诺有点怀疑安全无难到试的岛吗 这不会也是它的私人岛吧 不会的不会的 还是别乱想了 它这么有钱让我也想把它抓回研究所 不行不行 米诺还在歪歪的时候 三花性稀素又发作了 米诺快步走过来扶着它 三花你又发作了吗 果然还是不能去研究所 三花艰难的说上面家里有药 快点上去 米诺摇摇晃晃的扶着三花一路爬楼梯上去 到了再坚持一下吧 看着面前这大别墅 米诺也是感觉到家了 那里就是你说的安全屋 但现在三花有点反常的用力把米诺推倒在地 三花身体散发出浓烈的性稀素 还对着米诺呲牙咧子 米诺看着她的眼睛和以前发作的时候一样 对待别人都是无差别攻击 米诺想着爬出去把药拿过来给她吃 还被三花用手按住动不了 米诺只好用手把她推开 可三花这时就像不认识她一样 露出那锋利的猫牙就想要咬下去米诺的手 不得已米诺拿出喷雾朝着三花喷了过去 趁三花擦眼睛的空隙 米诺连忙爬着走了出去 三花看着眼前的米诺 本能在命令她要解决身体的超负荷 中和憋坏了的性稀素 欧米嘎就在眼前 虽然是劣质的但她身上有性稀素 她可以让我减轻身体的痛苦 看着米诺三花逐渐恢复一点神志 她可是米诺 我不能对米诺做这样的事情 而米诺还在包里找寻着抑制剂 拿着抑制剂米诺觉得应该给她吃一半 后面三花叫着她 米诺看到她恢复了意识说着 我拿了药给你 你赶紧吃了 可三花只是摇了摇头 米诺你快跑 我现在很危险 已经快不行了 米诺看着眼前痛苦的三花急着问 你不是说吃了药就会好吗 我现在就去拿药 你告诉我要在哪里 眼前再次变得模糊的三花 觉得这样下去米诺也会有危险 倒不如 想完直接把米诺给推了出去 然后三花脖子抱起了筋 脸上就像有一条电流一样 呲的一声三花就这样晕倒在地上 米诺跑过去把三花翻了过来 看三花的眼睛已经没有了意识 这样子让米诺很是担心 就连身体都颤抖起来 没事的 只要像之前那样她就会好起来 三花的狂暴性稀素 让米诺只是在她身边就能感到身体的刺痛 而米诺还在想着憋出自己的性稀素 可憋了一会也不见有 性稀素出不来 来的路上一直用性稀素 而且连日的赶路没休息好 看着旁边的别墅 马上就到家里 家里一定有药的 随后米诺看到三花口袋里落出来的糖果 不但想的就拿起来大口大口地吃 之前熬夜写论文时就是靠糖和咖啡因坚持 性稀素能有什么不同 只要撑过这一次就行 米诺吃完糖就想着靠过去散发性稀素给三花 靠得太近让米诺也坚持不住那样的性稀素刺痛 不过幸好我的性稀素比刚才浓郁了许多 这性稀素坚持不了多久 必须尽快让她休克停止 由于米诺一直在散发性稀素给三花调和 三花的攻击性性稀素也变得柔和起来 这时三花也醒了过来 一把抱住米诺靠在她的肩膀上 不过三花的眼睛还没有变回来 经过米诺长时间叫着她的名字 三花才逐渐恢复了意识 眼睛也变回了正常模样 可米诺此时已经晕了过去 吓得三花赶紧跑回家里 找到一箱子蓝色的药 二话不说就往嘴里送 随后拿了两支药剂就跑回去米诺身边 先给米诺喷了性稀素除胃剂 因为米诺被攻击性优质α性稀素覆盖 米诺的信息会被迫流出 米诺是劣质欧米嘎本来就无法应付优质α 虽然给她注射了中和剂还有性稀素安定剂 但如果不仅快提出性稀素 性稀素样本有可能异常 甚至出现暴走和休克 米诺求求你再坚持一下 另一边普希卡桌子上 正放着米诺的资料U盘 大佬过来说着 这是和三花一起的那个劣质欧米达的资料 三花遇见她之后也调查过她 原本不是我追查三花 在此之前发生的事我不清楚 普希卡表示既然是你做的 该有的肯定有 谢谢你 这本来不是你的事 大佬听完有点无语 这就结束了吗 随后有点激动的说 她不仅跑了还妨碍和攻击我们 这是叛逃行为 就这么让叛逃逍遥法外吗 普希卡淡淡的说我们研究所需要她 大佬还想着争论一番 但被普希卡打断了 我们研究所最看重的就是优质分化 关于她的最终决定权在我手上 该怎么处理只有我能决定 还是说你想你下饭上 这说的大佬一下子就怂了 我没那意思啊 对不起 看着一脸不开心的大佬 普希卡拍了拍额头 这也不代表三花就做对了 三花也错了 请你相信我所做的一切决定 都是为了研究所 你为了研究所做了这么多事 有你在我很放心 这说的大佬竟然脸红起来了 之后就手舞足蹈起来 一直动动跳跳的退出门外 走的时候还不忘说着 这是我应该做的 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请尽管说 大佬走后普希卡有点苦恼 三花呀三花 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另一边三花家里 米诺也是睁眼醒了过来 三花有点关心的问着她身体 感觉好点了 迷迷糊糊的米诺说着好多了 米诺你已经吃过药了吗 我已经没事了 感受到我的性息素稳定了吧 那就好 幸好赶上了 三花使劲地抱着米诺 多亏了你救我 真的谢谢你米诺 而米诺则是笑嘻嘻起来 看来你真的很担心我呢 原来你这么喜欢我呀 哈哈哈哈 还有我饿了 想吃饭 好的 饭马上就好 三花起身去厨房准备煎个鸡蛋 还是在想着今天的事 幸好米诺的身体比我想得要好 她伤害到米诺 我还故意让自己休克 结果当我醒来看到米诺晕倒了 也多亏了要她才没有受很严重的伤 嘴上说着要保护她的 结果又是被她保护了 不想再看到米诺因为我而受伤 在想着这些事情的过程中 三花已经把晚饭给做好了 刚拿过去却发现米诺在偷吃糖果 三花有点无语 刚才还说要吃饭呢 怎么吃了这么多的糖果 米诺表示实在太饿了 本来只是想吃一两个的 可实在是太好吃了 看到三花手里的太米诺眼睛放光 有煎蛋了 三花正默默地给米诺切开鸡蛋 米诺有点担忧地问 我们现在算安全了吧 三花也明白她的担忧 说着米诺现在我们很安全 转眼一看米诺此时竟然满眼的泪水 三花心疼地靠过去揪了一下 你可以放心了米诺 三花把晚饭给米诺喂过去 米诺眯着眼睛仔细嚼着 这真好吃 可那眼泪还在不停地往下流 吃完晚饭三花靠过去看着米诺 米诺说着我的眼睛肿了应该很丑吧 大概是突然不紧张了 三花则觉得这样的米诺一样很可爱 随后三花给米诺说起了这个岛的故事 二百多年前这里原本是个庙 后来有个贵族建了别墅 他死后这里就被人遗忘了 我也是在研究所工作时偶尔发现的 米诺听完有点激动 这么久了吗 明天带我去参观房子和岛吧 三花和米诺一大早就出去岛上逛逛 两猫穿着三花觉得最酷的花裤很是浪漫 三花说着家后面有小型养鸡场和田地 往那边走有很漂亮的花田 这都是我自己弄的 虽然有点简陋 米诺问着我们现在是去钓鱼吗 三花表示只往海里扔鱼网 我可不会海边钓鱼 不过潜水的地方可以抓到鱼 米诺想着三花应待在很久以前 就觉得自己会在这里生活 房子和岛都被他张罗得很好 有很多食材和生活必需品 要是没有遇见我 他会一个猫回到岛上 他准备一个猫在这待多久啊 想着想着米诺从后面抱住了三花 三花问他是累了吗 米诺只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三花指着海边就是这里了 有很多石头很危险的 你在这里等我就好 然后米诺就乖乖在这里蹲下岛着三花 看到螃蟹还学着他的姿势威胁一下他 丸是叫着三花过来看这里有神奇的东西 三花过来一看就认出了这是佛手罗 可以煮着吃也可以生吃 米诺有点小吃惊 红豆饼都不知道的三花怎么会知道这些的呢 看着米诺想吃的表情 三花说着下次再来挖 我们今天已经有吃的了 随后下海边一插就搞上来一条鱼 米诺你刚才说想吃鱼是吧 喜欢吃烤鱼吗 米诺蹲在那买着萌 我超级喜欢哦 那我就多抓几条鱼 三花之后又抓到了一条很大的鱼 米诺有点开心在旁边想着 没想到三花穿大妈花裤这么可爱 本来还以为他胸上没什么猫毛 没想到下水了还是一样 好游猫好可爱啊 米诺注意到面前有一条小鱼游过 猫眼神一定就往下掏 只可惜被鱼跑了 那只好对着三花撒娇 我看到有鱼我也想抓 只是没抓到 三花笑了笑 你这么大动静鱼当然早跑了 我教你吧 水中的鱼要透过影子看更清楚 仔细看我影子里的鱼的动静 然后冲着它要游的方向插下去 就是现在 看到三花这么轻松就可以抓到鱼 米诺也想试试 先观察鱼 和三花一样说着就是现在 不知道说了多少次的就是现在 可就是没有抓到一条鱼 然后又回到石头那里摆烂起来 三花这么轻松就可以抓到鱼 鱼对猫也有区别对待吗 以前去集市都是我教它很多东西呢 来着之后我都什么也做不了了 不过要是速度快一点 是不是就能抓到了 还在抓鱼的三花 听到米诺喊它抓到了 回头一看这家伙 竟然用尾巴抓到了一条鱼 就算这样三花还是夸着米诺真厉害 会想到用尾巴来钓鱼 还在开心的米诺脚下一滑 看到米诺就要钓下去了 三花连忙跑过去 虽然嘴上喊着米诺 但狩猎的本能让三花很诚实地去接到了那条鱼 米诺则是钓了下去咕噜咕噜 三花很小的时候 普希卡就把他带到了研究所 除了教会他用信息素安定剂 还有很多东西 比如控制身体的方法 使用工具的方法 还有优质阿尔法的责任和义务 小时候练拳还要被教官罚留下在练一百下 这时走来一个小猫叫住了三花 嘲讽着我可没听说过三花有公猫啊 我看你是母猫 优质也是假的吧 三花也只是淡淡地看了一下他 然后就无视他转头回去练拳 这倒把这个小猫踢得大喊你竟然不搭理我 说完就抬起猫爪打了过去 虽然普希卡过来分开了他们 可三花脸上还是被抓住了三道爪痕 那小猫害怕地说着普希卡所长 我不是故意的 只是普希卡没有理会他 叫着三花跟他走 小猫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他会骂我呢 普希卡帮三花处理好了伤口 幸好抓坑并不深 三花摸了摸伤口 谢谢你普希卡 普希卡认真的对着三花说 就算你是三花猫也是优质的阿尔法 你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优秀 不要再发生输给刚才那种劣质猫的事 你要比所有阿尔法都更强大 知道了吗 三花微微低头 表示我已经知道了 但再怎么强大也不能乱打猫 你没有被那个小猫的挑衅激怒 这点做得很好 但如果是相同的阿尔法就别放过他 做完检查今天就好好休息吧 普希卡暗想着看来的 把优质和劣质分开教育 把三花交给吉尔吧 三花在后面叫了一下他 这个我要在这待多久啊 昨天测过了 今天还要测吗 训练还有检查我都好累啊 我想放弃了 普希卡过去安慰着三花 我当然希望所有灵猫都像你一样 拥有优质血型 但世界上有太多的猫和你不一样 你这是在帮助它们分化成优质阿尔法 强大的猫要帮助弱小 这是我们优质阿尔法的义务所在 也是责任 你能做到吗 三花还在幼年的三花直接答应了下来 掉下海里的米诺正冷的发抖的回到家 然后米诺就打算洗个澡 把湿透的衣服换下来 三花过来帮他打了信息素安定计 米诺有点疑惑也就问起了研究所的事情 三花回忆期跟米诺说完了他小时候的过去 信息素研究博在研究优质分化 大概因为我是三花猫的原因 他们好奇我为什么会是优质阿尔法吧 我原本是隶属于研究所的阿尔法 我是一声不吭的跑出来 对不起没能告诉你 研究所的事实机密 我不确定告诉你是否安全 米诺听完有点发呆 一直觉得三花不懂人情事故 哪里怪怪的 还有他和那些黑衣猫也认识 我以为只是因为他是阿尔法 所以被盯上了 见米诺没有说话 三花有点失落的问你不喜欢我了吗 米诺则回过神来解释着 我只是有点吃惊 你也过来里面吧 米诺对着三花说 我早就猜到你和研究所有关系 虽然很吃惊 但不会突然讨厌你的 所以你是逃离了研究所吗 三花乖乖的点了点头 那太好了 竟然对小猫做那种事 你早该离开那里 三花有点失落 可那是我唯一的家 米诺握住三花的手安慰着 我爸妈都是贝塔 不能接受我是灵猫这件事 他们努力疼爱我 但不太管用 所以成年后我就立刻搬出来住了 虽然比爸妈家小企恶劣 但我身心舒畅 现在那个小房子就是我的家 房子随时都可以换 你该回去的地方不是研究所 那个小公寓才是我们的家 三花想起那时 米诺拉着他的手让他回家 原来米诺从那时候就已经接纳了我 三花微微脸红对着米诺说 米诺我离开研究所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我遇见了你 说完三花有点年貌一样的抱住米诺 米诺也被他这模样搞得很是开心 什么吗 你这是在撒娇啊 三花突然一击灵 米诺看到他眼神有点不怀好意 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 完事后三花叫着米诺赶紧过来做好 三花已经备好了一桌子菜 有烤鱼煎蛋还有白饭 闻着好香啊 虽然三花之前不会做饭 但也能看出来他已经非常努力了 一边吃饭米诺一边问着三花 我还要注射那个性吸素安定剂吗 还有你的蓝色药丸有暗示吃吗 米诺你现在应该不用再注射安定剂了 我那个蓝色药只能暂时阻止性吸素暴走 不能调整性吸素 那你一辈子都要吃蓝色药丸啊 三花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普希卡还在研究治疗剂 米诺暗想如果治疗剂被研发出来 或者需要蓝色药丸 那他总有一天必须回到研究所才行 似乎是看出来米诺的担忧 三花安慰着他不要担心的 那要还有很多 那你不介意的话 可以继续给我说说研究所的事情吗 我还想知道更多 研究所是实验组织运营下的机关之一 实验组织倾向于灵猫至上主义 规模非常大周围有重兵把守 我说过研究所灵猫信息素 希望能人工诱导优质分化 做实验用信息素让精神和身体发达 一开始接受志愿者 但因为灵猫本就数量少 渐渐地开始去民间抓灵猫 而做这件事的就是时候大牢 米诺听完微微低下头 那你也做过抓灵猫这个事情吗 三花解释着研究所分培育馆和实验楼 这件事是培育馆在做 这两个地方都有我的份 因为控制不好信息素 不知从何时起就不再让我出外情了 米诺松了一口气 幸好你没有干过这种事 两猫今天来了一次对话 谁话得好我不说 街上回米诺送了一口气 幸好你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不过这么大的组织 怎么会没人知道啊 实验组织拒绝一切外部来往 被害者还是灵猫 大家为了隐藏身份也不敢公开的 米诺觉得也是 我去药店买抑制剂的时候 经常看人脸色 不过现在想想 灵猫或者信息素并不为人所知 但药店却卖抑制剂 这不有点奇怪吗 三花笑了笑 那个抑制剂也是研究所研发的 通过贩卖可以得知灵猫的去向 啊靠 这把米诺吓得一惊 这是在套孩子啊 三花回头说着 现在道你说说你的情况了 米诺也跑过去 在遇到你之前我过得很普通的 你想知道什么呢 我想知道你爸妈教会了你什么呢 他们也没教什么特别的东西 小时候上过美术兴趣班 画得太差一个月后就不去了 我画了同桌的脸 他看了之后就痛哭剔流的 三花你会画画吗 三花表示不知道呢 都没有好好画过 米诺说着要不今天试试看 说完就去拿笔和纸了 然后两猫就在这里对画起来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两猫都各自画好了 米诺看着三花画的 和自己画的有点尴尬 你画得好好看啊 三花不嫌弃他的丑画 把花挂在了墙上 然后两猫就坐在这握着手 这画面还是挺幸福的 这么美好的时候 当然也少不了一顿贴贴 到了晚上米诺让三花把手张开 这是我上次在及时买的美猫鱼要是扣 自古红蓝出CP 你的是蓝色的 我的是粉红色的 他们是一对情侣哦 这个美猫鱼还有一个传说呢 然后米诺就把那老板和他说的话 给三花重复了一遍 虽然只是传说 美猫鱼能适应陆地的生活 幸福快乐下去真好呢 希望林茂也有一天可以这样 这里只有我们 至少在岛上 我们要像美猫鱼一样自由地活着 像今天这样画从没画过的话 做所有想做的事 不用写作业也不用打工可真好啊 三花你也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别再逼自己做你不想做的事 三花温柔地说 和你一起做的事我全部都喜欢 你再也没有优质阿尔法的义务和责任 别再牺牲你的身体 也别牺牲自己去做别的事情 我希望你可以把自己摆在第一位 你偶尔说的好像无所谓的样子 让我心疼 三花抱了一下他 米诺也别这样 我不喜欢你难过或者受伤 特别是因为我 别再为了救我牺牲自己 我会注意的 所以你也要答应我 除了信息速报走 不要勉强自己救我 米诺的身体也是最重要的 米诺伸出手想要拉钩 我答应你三花 你和我都不准勉强 我们都不要再受伤 三花的过往 正在和时候大佬在一起练拳 时候大佬想着用膝盖攻击三花 却被三花轻松挡住 而后还给他回了一拳 时候大佬不服气的应试 接下了这一拳 还起脚给三花肚子来一下 三花被踢得只能捂住肚子 时候看准时机伸出猫爪 就要抓了过去 谁知三花不自主地散发出 攻击性信息速 连带周围的猫全部趴倒在地 时候大佬无奈地骂着 你这家伙真baby啊 竟然用信息速 三花过去想要把他拉起来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时候大佬骂骂咧咧 要不是信息速我早赢了 起身后 时候大佬暗想 把三花弄倒 我就能到所长那里炫耀了 吉月尔从开门走了进来 时候大佬看到这个黑猫就有点嗜醋 暗想必须把这只黑猫 从所长身边赶走 最凡他总是黏在所长身边了 教官过来让这所有猫起立站好 吉月尔说着 今天会有一部分实验楼的灵猫 转到其他部门 转送途中需要保镖 这个任务非常简单 所以从训练生中挑选几个猫完成 被点名的过来 后面的猫都在讨论着 终于可以接任务了 这种机会得好好表现才行 随后点了一个白猫和一个灰猫 最后一个点的三花 你们三个参与此次任务 带上必要的装备到正能集合 时候大佬见没有点到他有点愤怒 喊着吉月尔等一下 为什么偏偏是他们三个 我也想去 只是吉月尔可没心情和他多说 闭脸严肃的说着 你这是在违抗我的命令吗 这气势直接把时候大佬吓得不知道说什么了 只能低下头道歉 等到吉月尔走后 时候大佬转头怒瞪着三花 为什么连他也选择了你 你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三花淡淡的说 因为分化成优质阿尔法的只有我们三个 这说的时候大佬更加生气 直接伸手把三花扯住 那你的意思是 我不是优质所以没被选择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优质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时候大佬无奈只能纷纷离去 真是厉害呀 你们这群优质阿尔法 三花看他走的方向不太对 提醒一下他那边是强 这说的时候就有点含羞成怒了 快让开你 真是丢脸死了 时候大佬的幻想 想要和普希卡所长结婚 时候大佬从训练时骂骂咧咧跑了出来 因为劣质所以体格小 连对决也每次都是输 真是可恶 这样下去怎么赢得了三花 时候大佬握着那瘦小的手臂 明明已经吃蛋白质吃到吐了 疯了一样的运动 为什么还是没有长肌肉 普希卡过来看到时候大佬有点奇怪 叫了一下他你在干嘛呢 听到这个声音时候大佬竟然开始脸红起来 普希卡接着问现在不是训练时间吗 你怎么跑出来了 一时间时候大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抬起手微微挡住那娇羞的脸颊 普希卡看到他的爪子受伤了 还温柔的拿来看看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一定要去医务室处理伤口 这样子搞的时候大佬更加脸红 羞答答的说可能是握拳的时候指甲刮伤了 最后把手抽了回来 这点小伤不碍事的 普希卡也知道了他的想法 安慰着他受伤可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隐瞒伤口不肯治疗才更丢人 所以一定要去医务室处理伤口 时候大佬回应着我知道了 然后心里歪歪 所长真是美丽强大又聪明 总是闪着光芒 只要我努力就能站在他的身边吧 想和所长在一起 我一定要和所长在一起 一起生很多很多的蛙眉猫 我一定要让这件事发生 普希卡摸了摸他的猫脑袋 这样就对了 时候大佬对着普希卡打气着说 我一定会变得比任何猫都要强大 下次必须把三花踢出去负责外部任务 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我必须去研究楼 说完对着普希卡鞠躬后便跑着离开了 及月儿并询问他为什么要带三花出外部任务 及月儿只是淡淡的说有什么问题吗 三花还小 你这样直接带他去现场不好吧 普希卡 你和我从小就在战场经历生死 搞清楚你的身份 你不是他的监护人 你是信息宿研究所的研究所长 这说的普希卡有点难过的低下头 及月儿看他这样也有点于心不忍 其他地区附近很乱 所以我们只负责寻查 本来不需要保镖 我必须带他去 让他变得强大 我没想让他受伤 普希卡有点委屈地说着 我也只是因为需要他 所以只是担心 及月儿摸了莫普希卡的脸 表示我知道了 但他也是黑色组织的一员 你必须搞清楚你的责任 不然会怎样你比我更清楚 普希卡回想到后果 只能低下头说着我非常清楚 我知道你也挺重感情的 这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弱点 一大早三花就被好必须凭准备出发 普希卡过来叫着他 东西都带好了吗 三花乖巧地点了点头 别紧张啊 就按你平时训练一样就好 一定会表现得很好 三花让普希卡不用担心 只是很简单的任务 上面的吉月儿就有点不耐烦了 快点上车吧 要出发了 普希卡过来给了吉月儿一个理别吻 注意安全 放心吧 我会把他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随后就让司机出发 普希卡在后面微微脸红 我说的是你注意安全 你这个傻瓜 车上吉月儿说着任务很简单 将九名实验体送到研究所 最近港口有报图 大家得注意点 灰猫有点担心地问那要准备交战吗 他们只是民间组织 没必要准备武器 带上麻对枪就够了 最重要的是护送实验体安全到达 开始干活吧 一行猫被带着头套安排上车 三花有点不理解 为什么非得拿枪逼着他们 他们又不是战狗 什么都看不见肯定害怕 他们可是珍贵的实验体 不能让他们逃了 而且研究所的位置必须保密 你也是实验体 难道感受到同病相连吗 不是这个问题 随后一行车就已经出发了 这个哭的内痕都出来的猫 有点瑟瑟发抖 我想回家 我害怕 我只是个普通大学生 三花也很无奈 我们只是去研究所 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 是为了劣质灵猫和贝塔 研究信息素的地方 这说的内痕猫就更加害怕了 那不就是拿猫体来做实验吗 三花只能接着安慰他 我也是实验体中的一员 虽然不能说那里很舒适 但不会做惨无猫道的事情 不是传闻中可怕的地方 一旁的吉悦尔暗想 这家伙根本不知道 在实验楼里得到多少优待 要不是普希卡 他也只是这些猫中的一员 这时车摇晃了起来 吉悦尔急着问怎么了 外面有辆车已经被击翻了 好像是陷阱 有猫袭击 这里是二号车 马上汇报其他车的情况 听到一号车出现问题 吉悦尔让三花守在这里 然后他自己跳出去查看情况